今年全国两会上税收话题热度不减 减税降费的政策再次落脚在小规模纳税人和小微企业上 这也表明国家对小微市场主体的关注与倾斜 我是不少小微企业感到振奋 期待这项政策能够尽早落地落实 厦门中和志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的小微企业 平均月销售额近15万元 去年全年企业缴纳了2万元的增值税 以及3万多元的企业所得税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减税降费政策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将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 另外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 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 那么这家企业将获得实实在在的优惠 根据粗略测算 一年的税费可以减免3、4万元 我们公司正好属于这个小微企业犯罪 对企业的这个税费优惠也是很大 又减半了 然后像厦门税务局他们在跟进这个措施也很到位 他会推送这些信息给我们 让企业尽快的了解 然后也会享受到这种政策 厦门市中涛华裔税务师事务所服务的小微企业有3000多家 这几天就有不少企业前来咨询减税降费措施 大家都很期待具体政策的出台 小规模纳税人有10万的免税 那么这个方面不但是延续了 而且把我们的起登点提高了 所以这个是超预期的 提高到15万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个例工厂户 这块呢也是一样的 以前没有这个减半的这个政策 那么现在也有了这个减半的政策 可以预见 这一系列扶持小微企业的税费减免组合权 将助理厦门小微企业轻装上阵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今年是国家税务总局 以优化执法服务 办好汇民时事为主题 连续第八年开展便民半税春风行动 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当中 我们会结合工作实际 根据工作部署 将各项减税降费工作落到实处 保证企业影响尽响 本台记者报道 本台记者报道